外壳颜色鲜艳 有着海中玫瑰之称的车局被 在台东县府跟海洋委员会合作下 去年3月展开富裕行动 在富山渔越资源保护区 放流51颗被类 并由志工人员进行巡护 记录生长情况 刚放下去的车局被 没有那么快着闯的情况下 你可能就是浪过后 就要马上下去做这个巡护 包括它做这个 它的着力点的部分的维修 51颗车局被经过一年富裕 目前已适应当地礁石环境 共有47颗存活下来 存活率高达9成 再加上原始生长的11颗车局被 今年夏天有机会看到车局被残暖 在这里的原生种的部分 有到40几公分 我们现在富裕的部分有 最大的也有20几公分 29 他们有机会就是拍进拍软 车局被是海中大型被类 已被华盛顿公约列入保育物种 但国内还未列入保育 受到人为财补数量锐减 台路线目前富裕成活率达到9成以上 成为奔岛第一个车局被 富裕成功的地区 未来有望成为东海岸车局被的 主要厂房 原始新闻 知不知道台路悲难 采访报导 看完